在行政會議的會議後,出來回應的傳媒 就著明日待遇和輪候時間做了一些回應 我看完她的訪問之後,我突然想起一個小學的數學題 想送給她的 林鄭歸納了幾樣東西 她就說要... 吳田可怎行 那七萬元輪候策怎麼辦 輪候時間已經去到五點五年了 但是我發現她一樣是錯的 她計錯數 跟明日待遇沒有關係 二十七萬戶我們當然是關心 我們亦都覺得輪候時間很長 批評政府是做得不夠好 但是跟明日待遇二十多年後,三十年後才有樓,有什麼關係? 這個完全沒有邏輯 現在排隊二十七萬戶每年建屋量一萬多 那你承回下去 現在的人其實在她建好,就算明日待遇即是建公屋 都不輪到她的,都與她無關的事 我稍後再詳細說,我先做一份訪問 OK 好 因為有道具,要處理得好一點 回應林鄭主義我三點 第一點就是剛剛提及 她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說 包括政府的宣傳 講明日待遇的時候 都是鋪天蓋地 就是說劏房兒童很慘 我想要一張書桌,打軍情牌 劏房兒童呢,我相信我探得多於林鄭 我們觸動的位置應該比她更多 我們當然知道要解決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林鄭在這裡騙人 騙人的位置是什麼呢? 她用一個不對應的手段 去回應社會問題 接著就告訴市民 就是因為這個 明日大嶼田了海 劏房兒童也好 不適設住房子公下的 沒有樓上樓的 輪候拆的人士 全部碰到 5.5年解決了 她今天真的這麼說 你不給我田海 我就解決不了 這個不合邏輯的 明日大嶼 田海都十幾年 平整,蓋房子 做地蓋房子 去到最終 可能是超過20年 甚至20多年的時間 現在我們輪候拆住戶 27萬戶 平均上樓速度是萬幾戶一年 那你自己想一下 那你這裡 差不多十幾二十年 就上樓了 就算不算 將來再排隊的數目來計 那對他們沒有關係 為什麼要把公屋居民上桌 為什麼誤導社會 為什麼要廣道 輪候拆縮短之後 靠明日大嶼 這是騙人的 我覺得這個很反感 第二 她又不斷說民意 現在民意不傻了 她又出來說 很多人都反對 各大民調 包括民主派昨天的民調 以至 一些親政府的組織做的民調 很多團體做的 都發覺 反對是佔多數 她現在出來說 很難共識的 沒有完美方案的 結論都是填海不能避免的 我們覺得這個也是狡辯來的 如果她是這樣的看法的話 我就質問她一句 那你當初搞土地大辯論做什麼 玩的嗎 還是輸打贏搖 她說 很明顯是一種 要是你當時傻了 在玩 要是輸打贏搖 很明顯是輸打贏搖 今天也有 一些行政會議成員出來 幫她護航 我見到 湯家驊連 死人水都抽了 Stanley 那個例子 就說 民意都不是很重要 人家都說能力越大 插入越大 大哥 蜘蛛入做什麼 蜘蛛入做公義的事 做正義的事 大哥 不是叫她做錯事的 是不是 不要這些水都抽錯 我先看看 早幾天 KK Chen 陳國基 也都出來說 民意不是最重要 我們不會民粹的 民意不站在你那邊 就是民意不重要 民意站在你那邊 你就用民意擋箭牌 我覺得這個政府很不堪 就是 出了這樣的打手 為林鄭去到護航 都是說想扭轉 就是現在民意不利了 我們就覺得民意不重要 我一意孤行是最重要 我一錘定音是最重要 我一早有底牌的這兩個決定 就是明日大禹 和這個土地共享 即是公私營合作 是最重要 那你知是怎樣 就是講謊 最後有一點 他又是自己打了自己嘴巴 他還要引述 我好心他不要說 他說 黑不容緩 多管齊下 未與籌謀 就是他看完土地大辯論之後 一個土工組給他的初步意見 就是這三點 所以他現在正在做 錯了你又 你哪在做 你怎樣黑不容緩 我剛剛才講了 田凱明日大禹 不是黑不容緩措施 是因為軟水救不到近火的 是不是 黑不容緩是什麼 就是2020年的高球場 你不敢說的 你夠膽收高球場 就是黑不容緩 就處理到我只是提及的 27萬戶輪候策 就處理到5.5年輪候時間過場的問題 因為即時在未來5至10年 我們會有一個172公頃的土地 去到發展新市鎮 OK 當然那裡不會建屋的 那裡按規劃 可能有十幾萬的人去住 十幾萬人去住 按現在規劃的做法 我覺得是很恰當的做法 現在行之有效 政府有三個發展區 同時發展著 東北 洪水橋 元朗南 就是這樣做的 為什麼唯獨是 你說這樣是不行的 怎麼黑不容緩呢 怎麼多管齊下 棕地有沒有港家快承諾 沒有 開新發展區 用這個收回土地條例去處理 發展新市鎮 有沒有說的 不敢說 接著你說了什麼 林鄭月娥 你說土地共享 連原本的名字 公聖合作 你都誰怕去美酒 不敢說 是不是 這些就是心理學 你自己都知道壞的 其實是一件事 都不銷售的 轉一下名字 改一段時間就騙到人了 我覺得整個 林鄭月娥整件事 就是錯了之餘 今天她說的那些理由 其實是自打罪巴的 我也是希望她 臨上立馬 其實她今天的反應 是看得出 她有一點點方陣腳的 因為這些道理 以林鄭月娥的能力 她這麼聰明的人 這麼有自信的人 這麼熟索政策的人 她當然知道是不對 怎麼會被我抓到 這些邏輯謬誤 這些邏輯謬誤 她也要出賣 但是很明顯她是兵敗如山倒 那個民意已經一下子 反彈得很厲害 我覺得她 沒什麼決策 沒什麼辦法之下 唯有出來講這些話 找一些啦啦隊 告訴她 民意也是參考的 也不是很重要的 又找湯家驊 等等 感覺是這樣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想回應一下 東涌 那個 旅客的問題 今天我知道 另外有一位行政會議成員 葉劉 她就 葉劉淑儀議員 她就建議 做了兩件事 一個就是處理東涌方面 就是停 星期六日 就是停這個B6線 並且海洋公園 迪士尼 找一些優惠方法去吸納客 我不知道葉劉淑是否太熟 新界西洋 東涌的情況 她這兩個建議 其實有一個 比如B6那個 我就覺得不可取的 是斬腳趾被沙重 治標不治本 為什麼呢 其實那個 B6線原本 不是用來服務旅客的 B6線 由來已久 都是用來服務居民的 那有什麼理由 你突然間 就是 取消這條線 就是我們本地的居民 包括香港市民 東涌的居民 其實都要搭車的 那我覺得 她這個做法很明顯就是 想著 那你這麼多人排在那裡 你不給一條線 她就沒有人了 我不覺得這個是 解決了方法 她只會令相關的旅客 用其他方式 流傳 去東涌 或者其他 香港的區域 那是更麻煩 我覺得 第二個 海洋公園迪士尼那個 我也責罩她有創意 不過我不知道 她是否跟迪士尼 和海洋公園談了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 先說 但是如果真的做到 我不會覺得很差的 不過這個是 止渴方案 都是治標不治本 那 病因是未除的 病因是什麼呢 就是我一直倡議的 旅客乘載量 香港市是有旅客乘載量的 東涌在民居 的區域 旅客乘載量 是更低的 因為東涌從來都不是水貨區 比較偏遠一點 那些人就貪安靜而去 沒有大橋之前 其實去東涌 是比較格涉的 除了坐鐵路 或者自己開車之外 但是現在 它突然間 因為多了一條快線之下 那個大橋之下 有一大橋之後 令到它 變成一個 中港連接的前線 這樣就出了事 所以我覺得 真正要處理 就是有幾個建議 一個就是 目前呢 來港簽註的那個限制 不應該只是限制在 深圳的居民 而是應該 限制了 珠海 以至鄰近一帶的 廣東省地域 的居民 這樣才有辦法解決 這是一個合邏輯 你深圳也會說 上水的居民受影響 我們限制深圳 一周一行 那為什麼珠海不用限制 現在有一條 特快通道 就有一條大橋來到了 但是現在是沒有的 變成沒有染雞籠 現在就是大劑 第二個就是 一周一行 我覺得都是不夠的 你見上水目前的情況 都不是明顯改善的 我覺得 是要檢討一下 那個離的上限 是應該 港方 是要跟 國內的單位去談 就是一連八行 那麼這條數 是怎麼計出來的呢 其實我們民主黨 計過一個平均數 那個離港的旅客 來港一年的次數 中位數是七點幾年 那麼我們覺得 七點幾次 那麼比較八次 其實就很足夠 那麼如果這個八次 比起一周一行 就差了很多倍了 那麼所以我覺得 政府是應該 科學一點點 用統計的方法 看看原來旅客 多數來的中位數 就是八次的話 那麼是不是應該 將它變成八次 作為上限 那麼我覺得對東涌是好事 對其他受到 水貨客 或者過量旅客 影響的區域 都是好事 那麼最後一個點 就是我覺得 與其你疏到 那些人去迪士尼 和海洋公園 不如直接做一件事 就是在口岸 去做些功夫 因為目前口岸 我看回我們手上的資料 就是 大家看看 我看回我們手上的資料 其實目前 這個大橋口岸 是有六十九個商鋪在那裡 有六千平方米的零售空間在那裡 不過問題在哪裡 第一就是 因為現在旅客量沒有很多 所以很多店舖未開 第二我們所知 好像有些都是未能招標的 第三就算是 那裡會不會 都是夠空間去容納到 相關的旅客 都是成二萬 所以我期望 這個口岸 大橋口岸區 會變成一個購物口岸 與其去幫助長哥 這麼遙遠的 搞一個購物口岸 比那裡多有人去 我不反對 但是 你直接搞一個購物口岸 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有數可尋的 我看過入境的數字 上 就是前個星期 最高峰那次 叫淪陷了東涌那次 其實有 萬一人 是入了東涌的 有部份都是 有七千個都馬上離開 但是入境的旅客 不是全部都乘車去東涌 不是全部萬一都走去東涌 有幾千個是莫名其妙地不見了 他當然不是不見了 其實我們估計 跟回政府的資料 他是入境後 隨即出境 可能在大樓去洗手間 走一走 喝一口水就走了 那些是所謂的 純大橋團 純參觀大橋團 如果是這樣 我們覺得可以鼓勵一下 有些人純粹來看看 大橋的建設 趁熱鬧而已 他都沒有願意來香港買東西 事實上 如果想買東西 都不想去東涌 東涌原本不是革密區 是不是 如果用這個方法 我相信 目前 有幾千個 有三至四千個 落到東涌 就是留在這裏 無所事事 然後就在廣場上坐 等到 到時間 那些無論合法 或者黑團的非法導遊 到時間帶他走 四點多五點 要回去 那邊 然後吃飯 那麼你在那裏 在那裏 浪他幾個小時 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如果 我只是這個建議 可以有個口岸購物區的話 是那些零售 你喜歡買東西 就在那裏買 你不進來搞到我們的居民 其實居民沒有所謂的 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政府要積極去想 怎樣可以盡快鼓勵到 已經投標了商戶 在那個零售業那裏 盡快開業 第二個就是 怎樣擴大有關的範圍 將那六千平方米 有沒有辦法再放大一些呢 讓多些的 不需要來香港觀光 甚至他沒有動機來觀光 不過沒有人帶我 我無所事事 就搭了B6下去 然後他都受害地坐了一天的人 那麼你不如 鼓勵他 在口岸 就是沿車離沿車返 或者在口岸購物 接著就回程 那麼我覺得對香港 是比較有建設性 OK 這兩點 有沒有 OK I think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more and more 口岸是嗎 跨境後是嗎 Checking point Checking point 真的嗎 OK OK I think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the retailer of the checking point plaza should be opened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divert the travellers to Hong Kong and then they have a choice to buy the stuff in the checking point plaza and then get back to China if they have no plan to go to Hong Kong and even 通通 if the government can do it I think this is a good measure to divert the incomer so that the 通通 situation the community condition will be better in the coming week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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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 Sunday OK 有沒有其他問題 要再拿一次嗎 又再拿一次嗎 好的 不是的 很明顯馬上吐炮製作鼓 不用站出來說 是嗎 按下一點 再揭出來嗎 不用 要拍照而已 到學題這條